台北市文山区六号深夜发生死亡车祸 疑似天雨路滑骑士不小心摔车 路人见状上前帮忙却被后方的汽车追撞 骑士弹飞到对象车道又被一辆脱掉车碾过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送一不至 另外在花莲则是有无罩骑士双载 没有两段式左转被执行汽车撞上 骑士跟乘客双双摔飞 骑士当场昏迷也立刻送一挤酒 下雨天路面很湿 骑士自摔躺在路面 前方的骑士还有路人帮忙查看伤势 但下秒一辆小客车冲过来 像没看到一样撞了上去 力道之大三人统统喷飞 自摔的骑士倒在对象车道 就在这时候一辆脱掉车又开了过来 当场碾过 事发台北市文山区木星炉二段上 六号深夜十一点多 19岁的顾姓骑士从素食店下班 要跟同事一起去吃宵夜 没想到中途摔车又两度遭撞 松衣不治 整齐车祸实在太离奇 警方还在厘清调查 造势原因不排除是因 昨日下雨过后 前天色昏乱导致失线不加水击 同样惊险车祸还发生在花莲 一辆双载机车 煤带转轨切大左转 下秒执行汽车刹车不及撞了上去 骑士乘客通通喷飞 在空中连分好几圈 重摔落地 零件瞬间喷得到处都是 原来17岁的王姓骑士吴兆 在18岁的朋友 刚从超商买完东西回神 骑到一半 就是没两段式左转才酿货 两人双双送医 乘客命大无碍 但骑士领内出血意识不清 其中一名伤者情况较严重 那是属于意识昏迷 两起车祸排除酒驾肇事 只是马路如虎口 用路人真的得小心再小心 记得周术丁晨见马胜杰综合报道